漫威笑耿千千万 三代蜘蛛侠占一半 笑耿一 没钱怎么装逼 让恶霸马奎尔教你如何耍酷 在电影《蜘蛛侠3》中 由于被毒液附体 马奎尔也彻底放飞了自我 这时他首先闯进了一家服装店 接着便一身帅气的黑色西装登场 注意看他此时门后的logo 上面赫然写着甩卖二字 这也说明马奎尔平时就连一件正挺的西装都买不起 黑化后也只能抢抢促销品 而更加离谱的是 马奎尔黑化后的第二件事 就是要求报社老板给自己涨工资 真是资本家看了都流泪 这大概是混得最惨的蜘蛛侠了吧 笑耿二 有些人明面上最讨厌蜘蛛侠 暗地里却挽起了Coffway 就连连招都已经练好 而当绿魔爪上门时 报社老板明明只要说出彼得的下落 就可以安然无恙 他却选择宁死不屈 话说你才是真爱啊哥们 而当他心爱的珍藏版战衣被偷走时 他更是气得暴跳如雷 笑耿四 笔小蜘蛛还画牢的内得 众所周知蜘蛛侠的画牢是天然的 而当画牢遇到更大的画牢 也不得不敢拍笑 要不知蜘蛛侠让你来趟